馬上來講,中國外交就要將焦點轉到台灣 剛才你講過的,美國、日本和法國 搞聯合演習和最敏感的就是登島演練 日本聲言就說這是對付中國 非常針對中國在地區可能挑起的軍事衝突 如是者,我們回到台灣,我們先分享大家 我們不要講那麼多資料,我們講一些conceptualization 這位陳水扁,關台灣什麼事呢? 整件事就說,美國、日本、法國現在在台灣 搞這個附近的區域搞這個軍演 既是針對釣營台,亦都是針對台灣兩岸的關係 正正式,現在就是G7來著,美國會領導這些民主國家 西國民主國家會準備大打台灣牌 改打台灣牌,大家可能的印象不太清晰 不過最近有一位台灣的國際關係 他在法國國際關係,也是專家 叫做賴岳謙,他們提到就是 台灣牌正式大打台灣牌 就是在2005年,當時台灣總統陳水扁上任 為什麼他會打台灣牌? 當時美國為什麼要出力打台灣牌呢? 一來台灣是願意被人打他這張牌 當時你也記得陳水扁提出這個 所謂一邊一角幾乎說到出口 就是兩個中國這個原則 亦都配合當時美國要肯打台灣牌來牽制中國 為什麼呢?賴岳謙給了一個很好的思想框架 因為他是國際關係,對外界非常熟悉 他提出說台灣牌是基於有三個概念 有三個概念組成的 第一件事就是所謂在國際關係來說 什麼叫做核心價值 第二類就叫做戰略的利益 第三類就叫做普通的國家利益 核心利益就是一個叫做 不是你死,就是我回不了家的 所謂這個絕對的鬥爭 就是說你如果碰到我這個核心價值的話 我必然會出手 第二所謂叫做國際利益 即這個所謂叫做戰略利益 就是不斷擴大自己本國外交的空間 來製造本身的利益 這個也是有軍事的支持在後面 但是呢 軍事就不是選項 但是呢 到第三類就叫做國家一般利益 即是經濟 包括一些所謂的好處 台灣派是怎麼構成的呢 之前在2001年中國進入WTO之後 中國就經了15年 在之前這段時間由80年代到這個20年代 美國要制衡中國的牌 就非常多 其中在WTO那裡卡死已經夠了 所以台灣派就不見了 再前這段時間 即是中美物業庭 更加不會有台灣派出現 為什麼這位陳水片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當時是2005年 當時中國是什麼情況 中國是英強未強 2005年的時候 中國是有軍事力量 他的軍事力量已經超越了台灣 但是他的海空優勢 是不足以登陸台灣 這個賴岳謙說得很清楚 他可以打散你台灣 不過就不能夠登陸台灣 其實就是說 還未成熟 所以中國就會忍啞這個尷尬 因為當時這個 胡錦濤那邊 他們這個最高層已經說了台灣 是他的核心利益 即是不能踏的紅線 既然這個核心利益的話 陳水平猛在挑動這個 一邊一角 甚至說出口兩個中國的時候 超出了他這個範圍 你中國打不打他 當時很多不懂得國際關係 不懂得外交偷略的人 所謂憤青就說 我們這麼強當然是打他 是吧 不用客氣嗎 他竟然出手 他挑撥我們打 其實是沒有這回事 如果你要摧毀台灣 你有沒有能力去征服 或者甚至去登陸台灣的話 什麼都爭搞 所以中國暗地裡 就被美國槓桿 用槓桿的手法 天日而去 即是他跟中國 就會有個默契 我幫你按住 陳水平 當時小布殊用出口罵陳水平 說他在這裡搞一陣 其實是演戲而已 我幫你押著他 為什麼呢 押著他 他如果陳水平不會說 台獨真的不會說到兩個中國的話 那中國就沒事了 如果你一說到這件事 宣布獨立的話 你中國打還是不打 因為這是核心理 那麼美國呢 就試圖 搞中國的游泳 那麼他要脅中國 幾樣東西 第一件事 在這個聯合國的安理會裡面 中國是五常之一 那麼很多東西 他就要求到中國說 你不可以否決我美國的議案 你最多可以投這個 要放這個 因為這個棄權票 你不可以反對我這個 含毫的議案 那麼這個當然默契 起碼做了一件事 是將你在這個安理會的功能 是已經來收服了 第二件事 買多些波音飛機 買多些農產品 最重要一樣 就是當時 這個在2005年那段時間 朝鮮半島緊張 要中國 你幫我搞定這個朝鮮 所以中國就暗下 給他很多經濟利益 做很多其實都幾辛苦的事情 他就是要維護著他的心利益 而被人綁脅了 美國和G7就湧上來了 我現在跟你談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真的會幫你搞定 不過你要做很多很多樣的 美國和你勒索完之後 到G7、輪流 英國、法國、美國、德國等等 加拿大、日本都會用著這個弱點 去制衡中國 甚至要讓步 他們做了很多國家利益 和戰略利益 但是中國因為維護的核心利益 就變了兩頭不到外 2005年之後 路過了一段時間 美國和G7越取越貴 但是到了習近平上台的時候 情況就不同了 一來中國的軍事力量 和經濟力量 方方面面都非常強大 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出於 如果你們繼續在打台灣打的時候 一邊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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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打一邊押高的時候 到最後 如果真的出現台海戰爭的話 G7會不會參戰呢? 好了 如果G7參戰 將那些導彈 或者一些大殺傷武器 射到中國的土地 本土裡面 你猜中國以現在的實力 可不可以還擊呢? 可能會將同樣的導彈 同樣的大殺傷武器 在這個周邊國家 日本 甚至湖關島 甚至美國本土 都能受到襲擊 不然之你現在打台灣牌的話 美國同樣要賠償 核心利益 這個代價 互相打了 所以就說 美國永遠就一定是無策略 即是說 我會說 打還是不敗 為什麼有無策略會好呢? 就是如果無策略的話 我始終也有個彈性在這裡 我不會將賠償自己的 要拉美國的核心利益 和保護台灣 這個做不到 根本台灣在美國的利益來說 佔是很少的 它最有效的只不過是制衡中國 那時候中國就是英強未強 又沒有實力可以 登陸 甚至沒有把握 可以將台灣擺平 只不過是軍力上優勢的話 它真的叫做握著頸 這個就需要說到那時候 所以中國在過去的十年內 都會有戰略的定力 這個外交關係方面非常之重要 就不是我們這些普通 本青來說 打吧打吧 我們很強 有這什麼 有這什麼 我都不是說這件事 就是 從賴岳謙教授這個分析 我們很清楚 真的製造了一張牌的時候 現在就開始失效了 所以基辛假提出來說 喂 不要再玩下去了 如果我們越鬥越大 真的爆煲的時候 為什麼中美因為台灣戰爭 而互相管入這個大戰的話 不符合美國利益 當然更加不符合世界利益 更加不符合中國利益 開始有人提出 就要放棄這個台灣牌 好了 講到這裡就說 台灣牌越來越失效 所以你在外面搞很多軍演 什麼三國軍演 給華春瑩又贈一句 都幾絕的 他說你這麼多個國家 來到洗日船過來 浪費有錢 這個都幾是 我再大膽的判斷一樣 這個給我講少許時間 台灣現在的疫情 都幾失控 還有它的疫苗 都未必足夠 甚至因為疫苗 會失了很多其他的 所謂邦交的國家 大講中國的疫苗欺壓台灣 甚至說 疫苗應該是世界的公共資產 不可能有些國家控制 才是出口說 如果台灣不行的話 中國一定要救我 就是大陸一定要救我 一定要輸出來 甚至好像印度那樣理所當然 這些事情應該要負責 當時很多人看到 會不會大陸會用這個藥 來欺壓台灣 甚至會不會因為制它 因為大家互相互相 會不會 這個比較不符合 這個理論框架的標準 我可以肯定 如果台灣失控 中國要求他們自己 談判數的時候 用一個請求的時候 甚至不能夠自理的時候 中國一定出手救台灣 因為台灣這張牌 已經打不成了 就是美國 知世文,即是他們幾個國家 用來用去都是淡出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有台灣派的決定權 就在中國手上 如果台灣真的出現疫情很大爆炸 需要很多疑問的話 我相信 大陸一定一定 是會 將物資、將藥、疫苗 輸去台灣 因為我們是跟台灣人 不是對敵 我們只是對台灣的 所謂投機取下的這個政黨 是有這個敵案話論 所以說去到台灣派濕下的時候 我們也是基於大家 兩地一加親 兩個人加親的時候 你放心吧 台灣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有大陸戰底 這就是我從台灣派裡 所看到的一個分析 相當同意 其實現在美國開口 都是說 如果中國要去攻台 美國是不會參與 美國只不過是協助台灣 去加強武器 都是這樣 推銷自己不要的軍火 你去台灣買多點武器就可以了 我不會幫你打 是你加強了防禦能力 這樣就可以抵抗中國了 關鍵是美國 那個佔倒的能力 就是攻堵的能力 中國已經掌握了 已經掌握了 無論有航空母艦 空軍 戰略轟炸等等 所以說是吃定台灣的棋 吃定這個樣子 這張牌不能夠再出來打 打的話 美國自己尷尬了 根本 阿華姐說一句 浪費有錢 還有最近 據問中國的軍事演習 都是開始針對 海上公島 他有實力做這個 不是在2005年 陳水編年代的中國 這個分析賴岳堅教授 相當好 過去十幾年大家有沒有共島 中國的發展 現在的實力 從當時是不可同的異議 你剛才說過的一點 一定是對的 如果台灣人民 在物資上需要中國幫忙 我相信中國是以不容辭去幫忙 就算現在印度也是 中國也是會幫忙 你莫迪這麼厚硬 如果印度有需要的話 中國也是會幫忙 我想台灣更加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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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